强论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最近简中推上一件大事,便是李老师的一条推文,让其在一天内托粉20万。 据说中共公安开始手动翻查李老师账号的160万粉丝。 这件事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可聊的,墙内朋友翻墙,严格做好身份隔离, 哪怕你有反动的见证言论,坦率讲,普通网民账号几乎没任何影响力, 还够不上国宝请喝茶的资格。 那么今天我想要讨论的话题,其实跟这件事有一点关联, 就是这一事件本身中共想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给墙内那些弱民疲民没能成功, 还在外网浏览时政信息的不听话的人放风恐吓一下, 让你自己产生恐惧知难而退, 从而更好地维护防护墙功能和愚民统治的国本。 这个招数并不新鲜,而且也并非中共独创, 甚至可以说自古有之。 说到历史上中国搞过的全民禁止的事情, 大概可以总结为四大类, 即墙建、海建、严建和网建。 墙建也就是长城, 它分隔了中国农业和牧业地区,禁止交流。 海建就是禁止出海, 严重的时候渔村都废弃了。 严建,比如秦朝焚书坑儒, 清朝文字语。 网建也就是互联网防火墙言论审查。 当然,在这四项中间应该也有不少禁商、禁事的事情。 但是以上面四个禁为代表, 相对应的就是进了大地、大海、言论和网络。 中国进入清朝的时候, 欧美发展了航海技术, 海战与海权主导战争, 中国的中央帝国沦为二流角色。 然后人们以为这些禁可以成为历史了, 没想到就在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后又搞了网建。 这是怎么回事? 中国社会没有进展的机会了吗? 难道中国没有进步吗? 不是都工业化了吗? 原因在于, 更深层次的建还没有被认识到最深的一个禁室, 人建。 从历史上来说, 中央帝国的形成是秦始皇, 然而秦国的崛起, 有一个人无法忽视商样变法的商样。 秦国的强大和商样关系很大, 商样是辅佐秦孝公的, 后来秦桧文王的时候就把他给杀了, 刺成了几大块。 但是秦国杀商样而用齐法, 这个法就流传下来成为中国统治之法。 这个统治法就是愚民之法。 商样掌权后被称为商君, 商君术是什么? 愚民武术也可以称为奴民无法。 一、一民, 统一思想, 千万人民如同一人。 二、弱民, 国强民弱, 强国之道。 三、疲民, 疲于奔命, 无暇思想。 四、辱民, 失去自尊自信的人民才会跪下。 贫民, 穷道必须依靠国家和国王。 其实也可以加上一条, 斗民, 让民与民斗, 自杀自灭便于统治。 中共认为,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列宁的创造, 其实看一下商君武术就知道, 斗民术本来就应该是愚民术一类的招数。 在中国进入农业社会后, 社会形态方面, 我们可以借用费孝通的次序格局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农业社会形态。 在费先生之前,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就曾用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个概念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 费孝通根据中西方差别提出了中国社会特点, 次序格局。 不做太深入的考究,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次序格局, 中国的家、国、天下, 可以看作一个大的次序放大格局。 而小到社会基层的人际关系圈子, 血缘的关系, 宗族的关系, 同乡的关系, 师生同学同僚。 这样一层层的关系套在一起, 可以看到是一种曾进的次序格局, 形成中国社会学的基础, 在每一个关系层次上, 让人们互利或者互害。 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 是在不同的圈子里, 转换公与私的角色。 大的来说, 无知书生以为天下为公, 可是在皇帝的圈子里, 所谓天下事, 就根本是他家私事。 类似的, 中国社会的特点就是, 随时转换圈子, 随时公私不分。 可以把公权力作为私有, 也可以把别人的私产作为公有, 在自然形成的家、 宗族、 地方、 国、 天下, 这些不同层次上, 中国人可以随时在公与私之间转换, 形成一个奇怪的社会。 可以说, 中国社会的关系圈子很神奇, 比孙悟空的紧箍咒还神奇, 可大可小, 但是一定让人头疼。 这些大大小小的关系, 圈子上至皇族下通草民, 层层叠叠相交相通, 不同的圈子里公与私事随时相互变化, 同一个人, 也随时在不同的圈子里变换身份。 一个圈子随时压住另一个圈子, 相互关系处理不好, 一不小心就被吃掉一串。 这就是中国社会一个特点, 公私不分, 驾国天下。 结合渔民术, 我们就知道, 中国的公权力与法律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骗术。 说到这个层次还不够, 中国农业社会超过二千年, 必须了解更决定性的因素, 人口与土地。 然后, 我们会把科举制度和人体美学一起放入渔民术中来看, 说明中国社会中必然的一些特产, 比如强健, 海健, 严健等等, 也说说, 为什么网进这个事就这么成功地出现了, 就这么神奇地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搞出一圈鬼墙。 中国的人口与土地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基本形态, 农业社会中, 人口与土地这两个要素必然要维持在平衡状态, 不然就是灾难。 这个平衡是自然达到的, 农民必然在土地上组成家庭, 然后相互发展成为宗族。 以中国人的情况来说, 农民和农民之间一定是常年累月地打着小算盘相互算计中的相互合作, 请注意, 就算是无知的自私的农民, 他们最终还是会形成合作, 土地和人口的关系是无法不造成这个结果的。 土地是有限的, 而人口的增加, 结果是地权的争夺。 基层的土地争夺战中不断改写一张张地气, 地权的细分与合并是必然结果。 而农民必须形成宗族关系来参战, 任何人都必须存生在这样的关系中。 一家里如果有几个兄弟, 他们就一定是相互拆台吗? 不可能, 他们当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家人, 他们会团结作战。 那么为什么最终还是分家, 拆散财产? 稍后我们就讲朝廷和官僚结构的作用, 还有渔民统治在中国的必然性, 现在我们先把基层情况看清楚。 那些拎着皮鞭抽打, 农民劳动交租的故事, 在真实的历史中是很难发生的。 中国在秦朝之后就是这样, 人口土地的比例, 决定这种奴役不可能是普遍现象。 农民渴望土地, 没有地权的人做长工也必须劳动, 而且他们会渴望这样的劳动机会。 在土地与人口的关系中, 中国的大环境不需要人们拎着皮鞭, 驱赶农民去劳动。 在皮鞭下劳动是奴隶社会的事情, 在古罗马扩张时, 大量的土地无人劳动, 这个时候采用奴隶制, 这种情况下有奴隶就有财富。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美洲新大陆上, 当大量土地出现时, 奴隶庄园的土地成本很低, 面积大而劳动力少, 不得不抓来奴隶劳动。 请注意, 管理奴隶劳动需要维持较高的武力值, 这是有成本有挑战的。 用奴隶劳动的情况在中国农业化之后没有条件出现, 这里的农民自己需要得到土地或者得到在土地上劳动的机会。 因此不需要皮鞭, 农民自己会去抢夺劳动机会。 而宗族关系的出现是必然的。 农民自然就会依附于宗族, 宗教关系会调解邻里纠纷, 帮助组织劳动, 当然也会公正土地买卖这些事情, 也就在每一个地区平衡人与地的关系。 在农业社会里, 土地与人口之间有无情的平衡, 因为食物来自土地。 宗族里能够拥有土地的人, 当然是权力拥有者, 他们不仅处理人与地的问题, 他们也安排农民劳动, 而且很可能连续缘关系都要安排, 这是必然情况。 从社会管理来说, 他们应该成为管理者, 但是中国历史上却不会让他们得逞。 自从渔民术成功之后, 更占立国, 帝王术就是渔民术, 国家的本能是不要地方宗族做大。 唐朝完善了科举制度。 从此, 中国社会结构更为固定了, 中国人分化成为两个物种, 渔民和食人类。 科举制度出现后, 请问是不是提拔基层自然出现的管理者做官? 当然不是, 科举选拔的考试内容常常是四书五经, 后来在朝廷迭代中, 一朝一代的科举制度, 最后也都是论语上书之类写成八股文。 一些文人会说,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治国的大学问。 然而实际上, 这只是中国统治结构的扭曲而已。 中国统治者, 在商量变法之后都必须行渔民之术, 这些招数都不把人当人, 中国是真的这样凶残吗? 这个问题不要思辨, 不要看细节, 看大环境和大趋势才可以知道。 首先看中国人是不是人, 活了多少, 死了多少, 怎样死的怎样活的。 渔民术用下来, 地主或者农民的家族最后都要分裂, 所有的地方宗族都要被打击, 朝廷要打碎地方自治状态。 基层生态必须被从食草动物生态向植物发展, 比如随时可以收割的韭菜地, 不管你佛家, 儒家, 道家, 法家, 最后都是这一套帝王学之下, 对外就只讲耕战, 冷兵器作战, 以人力为主, 越傻越勇敢。 科举建立之后, 中国结构更是无可更改, 科举绝不会符合基层生态, 就是标志。 如果从社会管理来说, 地方上乡绅是已经在生活中得到民望的绅士, 让他们管理地方效率最高。 可是科举制度就是不选他们做官。 科举制度也就是专门不考这些地方上要用的技能, 农业生产, 手工艺, 工具制造等等。 因为就是要渔民, 目的就不是安顿地方促进生产。 如果读了书还不明白, 科举后可能就明白了。 如果还不明白, 就真不适合做官。 一个系统的让人脱离基层现实的制度, 文字和现实矛盾, 那么真实的意思就是说, 请你来做官就是请你祸害地方。 今天在中共治下, 一些人同样奇怪, 为什么学校里讲的政治经济甚至历史都是谎话空话? 一个道理, 从小就给你传授假的, 你如果还不明白就傻了, 整个教育系统浪费十几年, 不就是想要你明白, 以假为真祸害人间, 这就是师到父母心啊。 伤军术就是帝王术, 在中国的土地和人口关系中大行其道。 渔民术坏到这种非人的程度, 为什么不直接搞成奴隶制? 因为奴隶制里的统治者更辛苦, 他们需要亲自操练军队, 指挥镇压驱赶奴隶。 没有强大的战斗力都做不到, 只有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人有机会做到。 如果直接使用锁链, 拴住一只只奴隶, 奴隶主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个人能力来管理, 而大奴隶主或者最高统治者也要面对各地的小奴隶主的私人军队的挑战。 所以统治者不会选择这样的制度, 奴隶制做不下去。 中国的社会结构中, 高层与基层为什么完全脱节? 因为基本上金字塔是一种食人结构, 它不可能以基层生态作为自己的结构, 它不可能长成自己的食物形状。 然后看一个现象, 中国史上都没有建立人体美学, 这不奇怪吗? 每个人都生来就有人体, 可是中国人这么聪明, 为什么就没有建立人体美学? 因为统治者不能让自己的食物发现自己是人类啊。 中国史中绝不给人体美学机会就是标志, 因为中国人不可以知道自己是人, 或者中国人都需要知道更高明的学问, 总之不可以认识到人体之美学基础。 金字塔下没有人, 都是食物, 金字塔上也没有人, 都是野兽魔鬼。 现在你相信中国的统治之塔 是一座独虫金字塔了吗? 不可以有人体美学的一个方法是推广形而上学, 纯思想的形而上。 人体形态不重要, 思想最重要, 逻辑最重要。 现在请相信, 脱离人类形体的思想是一种奇怪的东西, 因为它很可能是非人的。 必须让中国人以为自己有非常高明的思想, 必须让中国人忘记自己是人。 统治者最渴望永远地吃到人体, 同时又最怕自己的食物, 发现自己是人。 中国艺术中几乎没有机会出现人体艺术, 所谓, 耕读传家, 书香门第, 都是些认真的历史笑话。 你既然要读书科举, 你就要知道自己将成为兽类, 将以人为使。 所以, 统治者最喜欢中国人去追寻思想学说什么的, 这些云里物里的知识被推举为高明学问, 而人人都有的人体就要残害, 低俗化人体, 一定要人体变得残破或者淫秽不堪。 而勇于反思中国文化的人也都重计, 去寻找更高明的思想, 去批判不合理的学说, 学问变大了, 却还是没有让中国人尊重自己的身体。 宋朝之后, 这个结构就无法改变, 元朝和清朝是两次长城外的人杀入中原, 也无法改变中国的结构, 最后大家一起吃人, 不吃白不吃。 蒙古人和满族人都比中原人强一点, 当他们最后吃不到的时候就逃出长城了, 相比之下, 中原人是一定要吃到底, 不死不休。 现在就比较清楚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史上很难找到人体美学。 商量变法之后, 中国像金字塔进化, 而中国人就被改造成为实物。 所以, 中国文化最无法面对的就是人体。 这不是一个朝代的问题, 中国人成为永远无法正视人体的人。 中共统治时也是一样。 这些代表人民的官都一副清高样子, 心里就是难道女昌。 他们为什么如此渴望人体, 却又要做出鄙视人体的样子? 因为兽类渴望食物, 却又要让自己的同类成为食物, 就是这样矛盾了。 人禁, 这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一个禁锢。 如果不打破这个禁锢, 其他的禁就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加上来。 网禁不是什么新发明, 早在中国文化中就有了根源。 当人们说, 中共的互联网防火墙时常常把它当作一个现代社会现象, 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让全世界中毒之后, 防火墙的危害可以让所有人警惕了。 然而, 它的根源其实不仅仅是中共, 甚至不仅仅是马安列斯毛, 甚至在商样之前。 如果想要理解墙, 也许人们必须理解商样变法之后, 强加在中国社会结构上的禁锢。 如果要理解网禁, 也许应该理解一下, 人禁, 国禁, 这些都是更深的禁锢。 网禁当然是愚民术, 不仅不让中国人自由访问全世界的知识, 更让中国人与众不同的愚蠢, 在病毒战后更是招来全世界的仇恨。 这一堵鬼墙, 不仅害中国人, 而且开始害全世界。 网禁的同时, 也就搞了网络言论审查, 让人说不出话来, 一不小心就被训诫喝茶甚至消失。 而当前中共对李老师的关注者所做的, 本质也是这个意思。